TVB御用专业人士没有拍戏后,竟然转型在shopping mall里当。高俊文,收入好过做艺人。 根据东方日报报道,曾为TVB多套剧集演出的御用专业人士高俊文今年已经没有出演新作品了。 原来他在AKTV停止制作电视节目后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转型,最近便有报道指他已经转型做保安,在一间连锁是百货公司里面工作,他接受访问时便指自己收入稳定,比之前做艺人好,更称自己不会再涉足影视工作。 高俊文曾演出多部TVB剧当中包括法官、高级督察、神父、校长等等,大多数都是专业人士。 现在他没有演戏了,真的好可惜啊。小编以前追TVB剧的时候真的很常看到他呢。 高俊文接受香港01访问时效助投诉好多记者打电话给他,更指自己已经转型想有一点私人空间。 如果我还在娱乐圈里做保安时兼职就说了?其实有没有电视台电影找过你?少了,有都不会出到我想要的架。 讲到现在的工作,他称虽然称不上舒服,但感觉好实在都无所谓了,起初不习惯是因为多人认的,但是甜饱度仙才最重要,始终不年轻了,都要征观财本。 问收入是否如报道所指,比起做TVB一人高得多。高俊文说,这样又不是高很多,OK啦,叫做有钱交租,其实都做不了多久,我今年都60岁,过多5年就退休。 都可以继续做。过了退休年龄继续做就不是保安啦,是看更,辛苦好多。 他又谈言考保安证时有点挣扎,因为的却有同学问他为何要做这些,令他有心理负担,但是我很快就想清楚,我又不是求人,我靠自己双手挣钱,有什么问题。 提到高俊文这类干草演员,在TVB为数不多,他坦言好多上年级的演员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,但是我没有,家底呀,之前又投资失利,亏了多少。 不讲了,人生炮奇怪的,有些东西你命中没有就是没有。